上回讲到徐州第三师师长冷玉 得知宁军败退到立国义 忙调兵复原 正巧与张勋相遇 当下交战一场 没受什么损失 不料总兵田忠玉 率济南军来助张勋 两路加工 杀得冷军左支右处 只好弃甲夜兵 败下去了 张田和兵一处一直追赶 正好赶上徐州运兵的车到了 来支援冷玉 冷玉回兵再战 好不容易才将张田两军击退 张军田军驻扎在立国义北面 冷军则驻扎在南面 次日张勋的军中运到野炮四门 张勋下令向冷军开火 这野炮火力非常凶猛 挤炮下来就把冷玉方面炸得七零八落 冷玉还想抵抗 正巧一颗子弹飞来 击中内部 冷玉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部下只好抬起他撤退 张勋见冷军一败 才下令停火 此时立国义南面一带 已经成为焦土 连车站都被摧毁了 于是张军乘胜追击直达徐州 徐州内外已经没有了敌军的踪迹 这次张勋算是大大出了一回风头 这时候的九江也是大兵云集 宣服使段之贵与司令李纯合兵一处 四面包围虎口 同时发文招呼 劝令叛军投降 保证既往不救 李列军孤军作战非常危险 好几次出兵进攻 都被北军打退 团长周碧杰见形势危急 竟然向北军投诚 局面就更加危急 李列军频频向各处求援 南京上海一带的桃园军 攻推陈春轩为大元帅 想要借他的威望 号召各省从速响应 陈春轩的态度模棱两可 起初想从上海去南京 但是当徐州失守之后 进退围谷 国民党首领孙文 担心党人此次失败以后 会无处安身 想借自己以前的声望 怂恿各省独立 于是发出通电 说 北京参议院 众议院 国务院 各省都督 民政长 各军师 吕长健 江西士起 南京各处陆续响应 一致以桃园为目标 这不是不考虑国家利益 也不是对北方没有感情 只是要让袁世凯辞去大总统之职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达到这个目的 大势至此 全国流血之祸 细于袁世一身 听说袁世凯要以兵力对待 无论胜败 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 假使袁世凯没有违法 那桃园这件事情 不会有人支持 但如今 袁世种种违法行为 天下所知 东南人民迫不得已 以武力既法律之穷 其情可哀 其意治正 而且如果袁世凯对自己 违法的事能够自行改正 也绝不会导致 六七个省的人民反对 民心如此 为公仆者 就算问心无愧 也该辞职以凭众怒 再者说 在共和政体下 就算是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 也不得不以人民好物为进退 比如去年 日本贵太郎公爵 身为国家注实军人领袖 重出而组织内阁 只因民党有所不满 则悠然隐退 以表明心计 大臣的风度 本该如此 袁世凯身为共和国之人民公仆 为保住自己的位置 不惜令天下人流血 这不仅是民国之祸 更让各国耻笑 回忆辛亥光复 清帝举二百余年之君位 为民国而牺牲 当时其实是袁世凯做的主 出发点也是固权大局 不忍兵连祸节 百姓遭殃 然而他替大清拿主意 却不肯替自己拿主意 在回忆当时 我受十七省人民之托付 担任临时大总统 得知北军在赞成共和之际 想要拥戴袁世凯 这样才能安心 我随即辞职 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 当时有人责备 我不顾国民公益 不顾十七省人民重托 然而我的用心 是不想在全国共和之时 还有南北对峙的局面 所以让位给袁世凯 希望国民早得统一 所以 袁世凯不该借口布下拥戴 而拒绝东南人民之要求 这是毫无疑问的 朱公维持民国 是人民的靠山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 望以民命为重 以国威为己 一起去劝说袁世凯早日辞职 以息战祸 如果袁世凯不答应 一定要牺牲国家人民 以成就自己的事业 我想朱公亦必不容此祸盔 文语此时 亦唯有从国民之后 亦不反顾 林殿无人迫切之志 孙文寇 然后孙文又发电报给袁世凯说 北京元大总统见 文于去年北上 与共握手言欢 文公尊尊以国家与人民为念 以一日在职为苦 文为国民主望于公 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 十年以内 大总统非公莫属 我对您是这么说的 对国民也是这么说的 从那时起 虽然有激昂之事经常指责你 但我支持你的初衷一直不改 不料宋教人一案发生 证据宣布之后 出乎众人意料 没想到你言行不一 到了这种程度 令人愤慨 而你又违法借款 用作军费 无故调兵 挑起战端 除掉一己之后 还不肯罢休 以致东南军民揭竿而起 这时候想必你会说要平乱 然而东南军民并未背叛国家 没有扰乱秩序 不能叫叛乱 退一步讲 就算是叛乱 始作俑者又是谁 你对天下人 你对后代如何交代 你身边那些人 陷你于不义之地 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这时候他们肯定又要劝你 借这个机会平定叛乱 树立威信 但这只是为你自己考虑 却没有考虑国民 清帝辞位是你主持的 清帝都不忍人民之涂炭 难道你就忍心 你要是真想凭武力解决 应该把武力用在效忠清帝的时候 而不是现在 有人说你虽然想隐退 但是部下不答应 然而个人有个人的难处 当初我辞职 推荐你做大总统 也有人责备我 说我只知道迎合北方 却不顾十七省人民之托付 那时候我不为所动 如果说是被别人牵制 不能自由 那不是托辞 就是自己无能 你袁世凯肯定不会这样 为公仆者 受国民反对 就当隐退 何况与国民以死相拼 杀意无辜 以得天下 由不可为 旷流天下之血 以从一己之欲乎 如今你除了辞职之外 再没有其他出路 昔日为任天下之众而来 今日为西天下之祸而去 出处光明 于公和汉 功能行此 文必力劝东南军民 义恶感为善意 不使公怀其虎之律 若公必欲残民以成 善言不入 文不忍东南人民 酒困兵格 必以前此反对 君主专制之决心 反对公之义人 义无反顾 仅为最后之忠告 为财见之 孙文寇 孙文这番话 袁世凯根本听不进去 而且江西徐州方面 连连告捷 国民党失败 正好乘此机会 将这些反对自己的人物 一股脑除掉 于是 袁世凯发布命令 撤销孙文筹办铁路全权 除此之外 一个字都不多说 好像不值得跟孙文对话一样 还有蔡元培 汪兆明 唐绍仪等也惦请袁世凯退位 袁总统倒是做了答复 说 按照约法及所宣誓言 需待正式总统选定 使能退位 不能照三数人私见 冒昧行事 随即又发出一份通电 大意是说 我就职的时候 国民以此完全统一的国家 托付给我 等到了我离任的时候 当以此完全统一之国家 交还给国民 所以才要兴师平乱 并非穷兵独武 只是为了尽我的责任 等到扫平叛乱 国家安定之后 我自会辞职 以谢天下 大众见了这道通令 都觉得袁世凯 句句真诚 字字痛切 而且正式总统 还不知道会选谁 民国出造 元气未复 孙文黄兴等人 无端发难 酿成南北战争 这是何苦 所以一般人都希望 这次事件能够迅速平息 各省都督也大多指责 孙黄为乱党 李列军百文卫等为国贼 跃跃欲试 就要出兵 为袁世凯效力 这跟辛亥革命时候 可大不一样了 只有安徽代理都督孙多森 接到南京独立的消息之后 十分害意 随后收到南京方面来电 说南京已经独立 如果你自认为没有军事财干 可将都督一职 仍然让给百文卫 如果你不反对这样做 我们可以承认你为省长 孙多森于是发密电 询问南京的情况 得道回复说 南京确实独立了 并且劝他也宣布独立 孙多森于是请省议会议长 及军官们到公署商议 大家说南京离安徽很近 南京既然独立了 安徽首先遭殃 不如随身附和 维持现状 孙多森是原总统的心腹 到了这个地步 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只好说自己没带过兵 不变都师 大家就推举师长胡万泰为都督 孙多森依然担任民政长 宣布安徽独立 并任命宪兵营长 齐耿环为桃园总司令 吴胡的旅长龚振鹏 已经在前几天宣布独立了 因为龚振鹏一直瞧不起 孙多森胡万泰 所以省城尚未独立 他先独立起来 但安徽省财政非常紧张 军饷都发不出来 吴胡闹独立 名义上是讨员 其实是想弄钱 他们打探到 在大通都销局存了一笔盐款 不下数十万 便乘着黑夜来到大通 都销局中的办事人员都已经睡了 吴胡的士兵明火之杖 一拥而入 办事人员从睡梦中惊醒 吓得在被窝里乱抖 不知道是哪来的盗贼 这些兵也不管人 专要金银 四处寻觅 找到一个铁箱子 打开一看有一大捆钞票 几十包银元 抢了就走 走到都销局门口 忽然遇到士兵拦截 差不多有两三百人 吴胡兵钱财到手 勇气百倍 举枪就打 把对方打死一大半 然后扬长而去 原来在大通都销局附近 有一营防兵 听说局中有变 急来救护 哪知吃了一场大亏 白白送了不少性命 残兵逃回去 上报孙多森胡万泰两人 省城兵被原本就空虚 又出了这样的事 人心惶惶 孙多森本人并不愿意独立 如今身陷乱局 性命都难保 于是乔装打扮 偷偷溜出城 搭乘兵舰逃走了 胡万泰得知孙多森失踪 索性也偷偷逃了 省城无主更加混乱 经军商学各界会议 推举齐耿环代理都督兼民政长 齐耿环恐人心不服 便帖通告 说是奉百文卫总司令委任 暂行代理 刚刚接了大印开始处理公事 就有旅长柴宝山出来反抗 齐耿环知道大家容不下的也跑了 柴宝山等人正在商量另选都督 忽然有人来报 说百文卫到了 胡万泰也跟着百文卫回来了 于是大家出城欢迎 百文卫本来在临槐关 听说省城乱城一团 连夜赶来 途中遇上胡万泰 于是相邪同行 一入省城就自认都督 兼长民政长 调集军队 抵抗北军 孙多森逃到上海 电告北京 说是被逼逃离安徽 恳请另派都督讨平乱党 袁总统就把讨伐安徽的事情 交给尼斯冲去办 尼斯冲是袁世凯旧部 自然奋力报效 都兵进攻去了 安徽以外 又有广东都督陈炯明 也响应南京 安徽 江西各军 宣告独立 陈炯明原本就是孙文黄兴的同党 得知黄兴已经起兵讨员 就亲赴省议会 控诉原总统的罪状 并宣布即日出师北伐 议员们模棱两可 并不是很赞同 陈炯明勃然大怒 拔出佩刀摔在桌上 扬言谁不听话 力杀无赦 议员们背他一下 乖乖从命 陈炯明回到官署 自称粤军总司令 派兵前往南京江西等处 援助黄兴百文位 但陈炯明兵想缺乏 于是强迫商人驻响 商人也不肯平白无故出钱 就陆续发电到北京 请政府发兵南征 来保救商民 原总统接到电报以后 任命龙继光为广东政府使 任命他弟弟龙继光为副手 这兄弟二人驻扎在广东东边 就近派角更为便捷 同时原总统发出通令 谍据新加坡槟榔雨桥商 广州总商会 香港澳门各政党各行业商民人等 吕电称 本月18日 都督陈炯明在议会拔刀 威逼议员宣告独立 起派兵挽救 诉讨逆贼等语 情形迫切 众口一词 广东经冰险之后 窗移未复 蝶翅各师旅长等 严守秩序保卫地方 不亦陈炯明狼子野心 备国叛利 月人水深火热 气血垂心 批阅电文不忍足毒 各该商民山明大义 人侠可封 陈炯明或国或乡 竟敢通电各省 措辞狂辈 罪不容诛 应急持去广东都督直官 并撤销陆军中将及上将贤 卓龙继光 赤各师旅长 派兵声讨 悬赏拿办 其背邪之徒 但能立功自拔 盖物深究 此列 此外还有湖南 福建二省也相继独立 湖南都督谭炎凯 福建都督孙道仁 本持中立态度 并不想决裂 无奈军界 胁迫二位都督 响应孙皇 湖南推荐师长蒋义武为总司令 福建推荐师长许崇志为总司令 害得两位都督无计可施 也只好打起讨员的旗号来 紧接着重庆师长熊克武也宣告独立 至此独立的省份不下五六个 原政府调兵遣将 忙碌异常 欲知成败 且听下回